各位大家好,我是马林叔叔叔 我们今天要讲的课题就是喝酒驾车的罚款 如果你是喝酒,然后你的酒精超过那个速度 如果是创车,然后意外创到人,那个人死了 年轻人,你要听好来 然后你会坐监牢最少10年 就是你创死了一个人,你驾车,你喝酒,然后你的酒精超过 然后警察抓到你,验你,你的酒精超过 你没有麻布都好,但是你酒精超过 你的那个对方死了,你就一定要坐监牢10年以上 不是10年以下,10年以上,达到15年 罚款5万块到100千,到15万 来生最少打死,10年 听好来,第二,你喝酒,你驾车回家 然后,创到人,那个人伤,没有死,伤,你要坐监牢最少7年到15年 如果你的酒精超过,你没有创到人,被警察抓到来生打死2年 罚款最少10千到30千,OK? 可以坐监牢2年,酒精超度,你没有冲到人,你没有冲到什么东西 警察打他你,验你,酒精超度了 可以被判坐监牢,没有超过2年 那个是没有事情,没有意外发生 意外发生,有人死,最少你要坐监牢4年 朋友们,喝酒是没有罪,没有错的 但是,如果你敲到那个酒精,那个在你的血里面 你不值得去坐监牢4年 也不值得去坐监牢7年 也不值得来生打死 因为来生打死,你很麻烦,你要早吃很难 这个是马来西亚政府的信息 你不要驾车如果你喝酒 这个是一个很direct的message 我希望我们年轻人不要犯这个mistake 我没有讲你犯错 这个是mistake来的,你喝了酒 哎,我没想法,我翻了你,我炸菜单 我翻了你,好肯的 block到,完蛋 创到,完蛋 so,希望大家听了这个信息 我希望我祝福你们的,你们喝酒快乐 但是不要驾车 有grab,有taxi,有motorbike 你们可以坐好 你们可以叫人家载你们回 谢谢你们,这个是一个public message 大家照顾好我们的国家 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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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